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是8点3个字 这些是静门口了 差不多拍光了 再近一点 客与新击火车站 我们踏地区车在主管线旁边 这里有另一堆线路 最傻的一次转车 走一整里路都还未到 我们今天就踏这辆车来了 来兴 这个火车站 这个是中站 来的 接着再去搭船 哇 真是山上水远 继续走 现在我们去市内游 现在我们去市内游 去市内游 曾经被苏联军 这几十年 游是好像苹果仔 那样的树 真是很密 但是没有人要的 本地也是 我们又要走鹏街 小镇风情 这条应该是大街 这么多人 哇 见到那些哥几个密 真是没见过 这个是他的名字 十四鷗 有间教堂 19世纪的时候 有很多毛老师的贵族 住在这里 互相辉映 这个教堂是在一堆石上 来的旅游中心 好像还未上班 但是说明是9点的 我们先上去看看教堂 教堂建在小山丘上面 教堂旁边 又去这个 小山丘 看完教堂 看完寮望塔 然后就下去了 这里两个都看到了 前面有间酒店 好像还未开 继续走 1887年 你看看 木屋来的 继续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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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一带那些都是贵族区 而且是度假屋 这些屋挺漂亮的 你看看 人家这些屋的屋 这些屋的屋多大 跟香港那些 只有一个的那麽多 终于来到重点了 Museum 继续走 可以滚到木梯那一带 然后往里看 上来的大石 看有没有看 这条梯好像新做的 很新正 很多漂亮 這裏有遊船 是否宿舖 上來是重點上 這裏不是急沉嗎? 這裏有這麼多遊客 這裏是正常的桌子 還可以走路 這裏應該是頂 隨便上來坐坐坐 看不到什麼 這裏真是很高望遠 還有一個高台 上來一望不見了 夏天這裏真是倒下雪兵 小山丘 但是有很多床 在這裏 媽媽不知道在哪裏的房子 在這裏 再放牌的房子 拍很多次 旁邊都是船路 因為這些遊船 是不維修 看這條樓 是否有趣 好啊,遊覽然不走 好啊 剛剛在那裏 我們在那裏 看這裏 看這裏 哪裏有趣 那裏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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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那裏有趣 香港的星期六日 全世界都出了街 但這裏 全世界都在家裏 真的分別很大 這裏是旅遊區 那些餐廳都不開門 那個家裏 那裏有趣 就是在這裏 可知這裏 哇 這個經濟的房子 對吧 最後看這裏 這裏有趣 這裏有趣 那裏有趣 這裏有趣 店裏有趣 自己也不開 下裏去找個另一家 看看找不到了 看來我們要回到小區 那些椅子都坐在一起了,收工 現在我們變成了賺食團,在這裡賺食 我們要回到小區 這裡在海邊有幾棟小屋 這裡有一間,看看開不開 這裡有個鐵樓 面向大海,菠蘿的海 我們今天的午餐就在這間咖啡店吃 海邊小屋,環境一流 這邊的房子應該是最美的了 就是這裡 這裡好像名車展 這個房子又是1888年 吃完飯,然後繼續 這個房子有騎樓的,很古舊 這個字有紀念碑 上面的字,唉,我都不懂 天上的烏雲又來了 半分鐘下雨 1921年已經樹立了 哇,你講它下雨,它又出陽光 呃,你看它那邊黑暈 這間屋風吹雨打,顯得很殘舊 這邊這間比較新 這間很不錯 這間很不錯 這間間都這麼美 1881年,還不太新 繼續完街而行 好,好,好 拋台珠珠 這個Casino 在芬蘭Hengel這個小鎮 已經有Casino 就是這間了 不太貴了吧 Casino的大門口 這間是網球會 那邊是網球場 還有很多人 繼續走 有行洋場小徑 繼續走 好美 對呀,這些一間間真的 是更衣室來的 不過很有趣 這樣 這些一個個都是更衣室來的 我們現在去找芬蘭國父馬達漢的餐廳 好像沉筋之類似的 不是那邊那間嗎 沿途人影都沒有過 跟那間都差不多了 在旁邊 在旁邊 看得到你就看了 哇,這間真的好美 好彈 那間在那邊 即是我們看到很遠的那間 過來這邊 就是馬達漢的餐廳 就是馬達漢的餐廳 好了,探訪完了 走了 沙灘更衣室 就是這樣了 沙灘更衣室 海邊的小屋 有很多 這裡一辣也是 我們現在就去那裡了 這個海灘 好了,回到媽媽了 現在就去搭火車 在這裡走 終於到了火車走了 好呀,那邊走 啊,那邊走 好,那邊走 我們總共走了一個火車站 好,火車來了 車接了我們來就走了 我們來走 我們來到這個鎮仔 有一個鎮仔 这是一个博物馆 虽然是镇仔,但是有个加油站 我们继续走 前线博物馆 还有500米 这是最前线和俄罗斯的 三个愚蠢中国人 来看分和前线的博物馆 在对面,我们怎么过去呢? 这条高速公路来的 前面应该有隧道 原来这条人在隐蔽隧道 好像战争的工具一样 这样的博物馆 这样的镇仔 来到这里 他都找到 真是伏了你 这些战号 这些大炮 窗口对外 坦克车 就是这间 就是这间 儿子进博物馆 我们又在这儿探查 初初以为有个俄军 原来不是纳杖 里面的博物馆 8欧的 那边山头做些防御公事 就是一些染盖物 好了,参观完毕 走了 又下雨了 飞机大炮了 好,现在去到很隐蔽的隧道 这样看,你完全看不到 来到这里就看到了 那又走过去 上去高速公路 这些什么呢?整个芬兰都有 继续走 向火车站 以前租比苏联的 这一部分呢 就是边界线 所以它叫做边界 Museum 好,我们又回到游站了 我们现在在游站内等巴士 那这里右转就是火车站了 因为火车班线 可能有收路轨 所以没有车 所以找巴士来接载 Museum 的女职员 跟我们搭同一班车 所以有点对 过了十分钟 还没有车来 由于火车公司的失误 我们要搭到50元 Muro 来到火车站 50元 来到这里 差点赶不到车 唉,几个危险 好,又回到火车站了 拿行李 接着再搭车出机场 今天的行程到此为止了